好,在这段视频我们开始讲cos ratio cos ratio和sign ratio都很类近,都是一种比例 但它用的边场是不同的 你们之前学了sign ratio就是opposite side over hypotenuse cos ratio是adjacent side over hypotenuse 今次看theta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 ratio就是这一条边 adjacent side除 hypotenuse 如果比例是双一致 比如这里,这三个型的adjacent side和hypotenuse是2分1 然后这三个型的adjacent side和hypotenuse是2分1 然后这个大一点的三比六 也是2分1 这一条角都固定在某个度数 今次这个case就是60度 cos ratio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adjacent side over hypotenuse 那就是2分1 另外,我们去到这一部分 我们会看到其实有其他的可能性 譬如今次这个angle a在这个位置 想找cos angle a cos angle a 就是这个angle a的adjacent side over hypotenuse 今次就是17分之8 8 over 17 如果想找cos angle b 我们去看angle b 这个angle b的adjacent side是15 hypotenuse是17 所以cos angle b 就是15 over 17 所以cos angle b就是15 over 17 也有其他例子 想找cos angle theta的话 在a这一部分 这个三角形的边场是3,4,5 在theta来说 它的adjacent side是3 hypotenuse是5 所以cos angle theta就是3 over 5 好了,part b这个三角形 它的theta在这里 然后adjacent side是10 hypotenuse是26 cos angle theta adjacent side over hypotenuse 就是10 over 26 这个要选择 就是5 over 13 好了,如果你要用计数机去找的时候 那怎么去处理呢? 举个例子,你想找cos angle 30 其实图法和sign差不多 你按cos这个数值 30 生固好 就是0.866 那你就会找到cos angle 30 大概等于是什么数值 然后准确至3位后数字 就是0.866 按计数机,cos angle 25 找到数值 cos angle 75度除以3 你要找到cos angle 75度是什么 先删了固好 然后再除以3 即是这里是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除以3 你得到0.0863 那也是准确至3位后数字 如果你想反转弯 你知道cos的ratio是0.5 就是边场比例 就是adjacent sign over hypotenuse 得到的数是0.5 想找到道数是多少呢? 又是,想找道数的 逢偿想找angle的 就是shift了 然后才按 function Shift cos 0.5 然后按exe 便会找到答案是60 那6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那只角是60度 所以如此类推 你会得到 譬如cos angle 0.474 想找到达的话 因为找道数 你要按shift Shift cos 0.474 然后exe便找到答案 找到达的话 如果是cos 0.59 如果是cos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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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要是2个数相加 不关系 你要找cos 0.59 是什么数值 cos 0.59 cos 0.59 是什么数值 所以按数值 按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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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约2个数值 就找到达的话 就找到达的话 可以找到达的话 所以可以找到达的话 详细来说 你如果想一次过按摩 你会做得到 那你先用shift cos 然后这个shift cos 想做一个什么数值 就是cos 0.59 加cos 0.71 这个数值 才用shift cos 可以做这个意思 按 exe 只有一点答案 那你就会得到 这个数值 我们也可以用cosratio来找一些边的边场 比如这个图形来说,我们想找 BC 的长度,即是这条线 这条线对于55度来说,它是adjacent side 那我们用cospheter去处理,cosratio cosratio就是cos55度,等于 adjacent side,即是 BC 的长度 除了hypoteneuse,即是 BC 除以8,即是cos55度 按计数机的时候,你可以按照按,8x2cos55度,你就会得到答案 记住看题目,它想要求你准确哪个位置,correct to two decimal place,可以这样写 另外再看这个例子,我想找 BC 的长度, BC 今次是hypoteneuse json side是4cm,如果用68度来看的话,你就按cos angle c,即是cos68度 等于4除以bc,记住这个写法要怎么处理 逢亲,你真的要了解的话,cos68度 等于4除以bc才算 即是你如果是比较长期的,你就搬 BC 过去,乘以cos68度 等于4,你想找 BC 的话,就将cos68度 但如果是比较快,我都建议大家记住它,就可以一次搬出 找到答案就是10.7cm 看回这一页,这里想你用cos ratio 去找 angle r 这样的 这里你只有opposite side和 adjacent side 你需要找起hypoteneuse qr 那你用perfigural theorem,找起qr 的长度 就是17米,cos angle r 就是 adjacent side over hypotenuse 这样就会等到15 over 17 这样就会找到angle r 是什么 按回计数机的话 那同样道理,譬如这些题目,你想找回 angle b 的话 今次就好些了,因为它的adjacent side 3.5给了你,hypoteneuse 是4都给了你,那你照样用cos angle b cos ratio等于3.5除4 就是adjacent side over hypotenuse 然后按 shift 然后你就会找回angle b 是多少度 那和sine ratio一样,cos ratio 也是受限于有局限性的 cos theta 是零和一之间 那也是这个道理 就算你的theta很大也好 那你的cos和hypoteneuse 首先你的adjacent side 还是短於hypoteneuse 如果theta很大很大很大 其实数值只会越来越小 因为addjacent side很小 hypoteneuse很大 那你就会想想分数 分子很小 然后分母很大 那数值就会很小很小很小 但如果你说theta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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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就会得到这个情况 就是addjacent side和hypoteneuse 可能是差不多长度 但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hypoteneuse是斜边永远最长的 那如果theta越来越小 你只能够说cos theta 可以很接近1 但不会等于1 所以这个也是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就是你theta如果是比较小 的话呢 addjacent side和hypoteneuse 就会差不多长度 所以如果theta越小 其实cos theta就会越大 譬如cos theta1 会大于cos theta2 因为theta2的角度比较大 接着这条边addjacent side 就会短一点 当你保持下hypoteneuse 是双等的话 这个addjacent side会短一点 所以呢 如果你的theta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正如刚才所说的很extreme 的话呢 其实呢 这个cos theta 就会相对弱一点 所以这里就是说 如果theta2 大于theta1的话 cos theta2 会小于cos theta1 那么呢 这里就是最后的解释了 就是 value of cos theta 会减少 如果那只acute angle of theta 是增加的话 那和sin theta 就在这里有些分别了 下一个片段 我们会讲tangent theta 都是一些ratio 希望大家搞清楚 不要混乱这些ratio